大家好,我叫Penny,英文名Penny 然后我今年周岁是30岁 我之前是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做研发工作 然后我老家是辽宁的 那说到为什么会来澳洲呢 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 在上大学的时候呢 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处去玩去旅游 工作了之后呢,就时间,自由时间很少 然后就在去年的时候 偶然间从一个朋友那里知道了 有Working holiday visa这个事儿 就是对澳洲和新西兰 给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开放呢 这样一个打工度假的签证 但是呢,要求是必须30周岁以下 我去年呢,刚刚满30周岁 所以呢,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就想抓住青春的尾巴 来出来感受一下 所以就申请了这个签证 并且呢,在去年12月的时候来到澳洲 说到来这边哦,之前我是除了申请签证的一些材料之外 其他什么准备都没有做 我甚至不太清楚澳洲这边有哪几个州 哪几个州,每个州有什么特点 这些都不知道 如果说非要准备什么的话 我可能就是准备了一颗 勇于冒险的心 还有准备随时应对陌生环境挑战的这样一个信念 然后来到这边 发现确实有很多地方跟中国不一样 但是可能因为我之前是在欧洲游学了一年 所以对西方世界有所了解 并没有所谓的culture shock 但是来到澳洲呢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澳洲人生活得特别幸福 他们就是非常的放松 对于,无论是对待工作或者是生活 当然工作不是因为他们工作不认真 而是在正常的工作时间之内把该做的做完 然后就开始享受自己的生活 什么下班之后要加班这些好像没有 嗯,然后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这边的人家庭观念比较重 不像中国,中国到周末的时候啊 或者是下班之后可能跟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出去 去K哥啊吃饭消遣 但是在澳洲他们一般都会陪伴家人 度假的时候也是全家老小一起出动 还有就是对待工作上的上司 不像中国人就是特别的尊敬 有很明显的上下极致分 但是在这边呢 只要你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就可以随时对你的老板 对你的上司提出不同的意见 然后互相之间也都觉得很平等 还有就是这边人因为他们的社会福利很好 所以他不需要像中国一样需要存钱 甚至像我的父母一辈 他们还要为自己的子女 甚至是孙子孙女来存钱 他们都是每周或者是每两周发新 然后不是像我们说月光族 而是周光族 周四或者周五发新之后 到下个周的周三 估计钱就已经花完了 但是因为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 所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 还有当然除了不同也有很多相似的支出 比如说就是这个房价 大城市的房价还是很贵 就像在中国 如果你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 没有房子租房 那个房租是真的是要了命的 而这边也一样 你每一周的房租 大概就是每一周至少要有一天 赚的工资是用来交房租的 还有就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这边的年轻人大多会上大城市 悉尼、墨尔本 比如说南澳这边阿德莱德来发展 而小镇上一般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儿童 这一天跟中国有点像 像我就是从我们家是三四县城市 在辽宁 然后我就是到了北京工作 像我这样 有很多北漂阿广漂阿之类的 嗯 然后他们呢就是来到墨尔本漂 或者是来到新里漂 嗯 在这边呢我觉得 让我学位最多的一点就是 因为你能认识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 不同文化背景和种族的人 所以你的思维方式就会更加的开阔 不会局限在你原有的那个中国传统性思维里面 然后面对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的不同 你会有更强大的包容性 更容易接受那些不同 然后我想这个应该就是 在国外生活最大的一个进步吧 对我来说 现在就是 嗯 以前我的脾气非常的暴躁 然后现在呢 更多的学会了如何去理解他人 更多的学会了去包容 嗯 而且在这边我还学到了很多技能啊 比如说我第一次学国际象棋 然后第一次钓鱼 嗯 第一次做冰淇淋 做咖啡 虽然这些技能可能我回国之后 我不会以它为谋生 我不会说开一个咖啡店 当然也有可能啊 不一定一定要开个咖啡店 或者开个冰淇淋店 但是 我可以 嗯 增加自己的兴趣爱好啊 我可以平时为家人 啊 爱人 出杯咖啡 做杯咖啡 做个 啊 爱心冰淇淋之类的 这样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嗯 我觉得这个 除了心态上变得更加的包容之外 嗯 就是更懂得 将 自己的业余时间来投身到自己喜欢的时间当中 然后 嗯 接下来我就是希望 嗯 如果你在看视频 如果你也想要申请澳洲或者新西兰的打工度假签证 那么随时可以啊 向我提问 然后呢 我也希望我的精力啊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包括 嗯 就是如果要是什么 对澳洲生活 工作 有什么 不 呃 就是想要知道的问题 都可以联系我 联系方式在下方 也许他会告诉你哦 OK